Hello,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我們的網路行銷懶人包學員 在每一個月的第三個禮拜 都會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實體課程 這個實體課程是每個月都舉辦的 只要是網路行銷懶人包學員 每個月都可以過來 只要場地費300塊就可以來參加 我們已經舉辦了三年了 然後我們最近有一些學員 在這個課程裡面有提出一些問題 是在我們的LINE的群組裡面沒有提到過的 或者是有很多學員是後來新加入的 所以之前的人問過問題 可能之後的人他不知道 所以只要是學員在這個我們的 線上課程裡面沒有教過的 你其實都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會在提出來之後 我會在這邊去做解答 然後再把它錄成影片 那影片的內容裡面 有很多是很重要的一些觀念性的問題 它會影響你之後的選擇 會不會花掉你太多的時間 我們當然盡量是希望時間不要浪費太多嘛 所以有很多觀念的東西 如果你早一點知道 你就不會去花太多的時間去選擇錯誤 或不適合你的決定 那還有一些是比較細節的 就是可能牽涉到電腦操作的部分 那電腦操作的部分呢 我們如果在時間允許之下呢 我們盡量把它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就已經會的東西呢 我就盡量把它錄成這個桌面的這個擷取畫面 讓大家可以實際看到操作的步驟 那我們就會把它放在學員專區 那如果是觀念性的問題呢 我就直接把它free出來 就open在這個網路上 可能是放在YouTube 那當然也會放在學員專區裡面 好那今天呢我們就主要針對12個最近學員提出來的問題 那在這邊列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一集呢主要是在講解 學員提出的12個問題 然後下一集呢我們會針對第一個問題開始 每一個問題呢我們就把它錄成一集 可能短短的10分鐘或5分鐘以內就把它講解完畢 第一個問題呢學員有提出來就是說 怎麼去善用這個網站跟通訊平台去做整合性的行銷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 網站是什麼 譬如說你的blog算是你的網站 那你的官方網站算是你的網站對不對 那譬如說blog像皮克班啊 他算是一個網站嘛 那或者是wordpress他算是一個網站嘛對不對 或者是用微博尼加網站他是你的官方網站嘛 那裡面當然也包含blog的功能 那另外一個叫做通訊平台 通訊平台包含什麼 譬如說LiteAd他可以跟客戶一對一的聊天 也可以群發訊息 那譬如說Facebook的那個Messenger Messenger現在有聊天機器人 而且他也可以群發訊息 那或者是說E-mail E-mail他也可以一對一溝通 而且他也可以群發訊息 那當然比較及時的就是Line LineAd還有Messenger 臉書的這個Messenger 這個 這樣子的那個通訊平台 跟這個你的網站 中間到底應該是怎麼整合去使用 才能夠做到一個好的行銷動作 這是第一個題目 那第二個題目呢 是Google的blog或是wordpress.com 這個blog 免費的 還有這個webally的免費這個網站 他們的功能上的比較 為什麼要做這比較呢 因為Google blog他有免費的 他沒有付費的 然後wordpress他有免費的 也有付費的 那第三個webally 他有免費的也有付費的 所以這三種 因為我們都是針對 初學者 網路行銷的初學入門者 去講這些 提出來這些問題 那這三個可能是 因為你是初學者 你剛開始連網站都沒有 連blog都沒有 那你要到底怎麼去選擇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題目就是會講 你到底要選Google的blog 還是要wordpress.com的免費blog 還是要用webally的免費blog 或官方網站 這是我們第二個題目 怎麼去選擇 那第三個題目是 YouTube怎麼去設定他的盈利 盈利的模式 那還有這個YouTuber 他們的獲利模式是什麼 這是第三題 因為現在有很多 你會看到很多人 他會錄影片 然後直接上傳到YouTube 那這樣子到底能賺 能賺什麼錢 到底能不能賺錢 到底怎麼賺錢 那我們在第三集裡面會提到 那第四集呢 就是如何去優化YouTube的點閱率 你YouTube每一個人都是上傳影片 可是你上傳之後 到底要怎麼樣讓人家看到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可以提升你的點閱率 這是在我們的第四集會提到 那第五集呢 同學問到說 Google AdWords 跟Google AdSense 有什麼不一樣 Google AdWords 其實 簡單講 它就是廠商去刊登廣告的一個平台 關鍵字廣告的平台 當然Google AdWords 已經不只是關鍵字廣告而已 它已經變成一個多媒體聯播王 那我們會再比較詳細的講解 那Google AdSense 是什麼 Google AdSense 是指這個 ブロ克 你看到ブロ克 它旁邊都有一些放 它裡面都有潛入一些Google的廣告 那人家點擊之後它會怎樣 它就可以賺到廣告費 OK 那這個是第五集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詳細的講這個 Google AdWords 跟Google AdSense 有什麼不同 那第六集呢 就是同學有提到 WhatsApp 或者是 WeChat 這個微信 他們是不是也有群發的功能 還有它適用的地區在哪裡 譬如說 台灣好像用WhatsApp的人已經減少了 因為之前那個Line出來之後 好像2012年Line就已經越來越 popular 很受歡迎 然後 那個貴輪美廣告之後 然後大家就開始用Line 然後WhatsApp好像漸漸的就 慢慢就 就小 比較少人使用 但是 但是其他地區的人 不見得用Line 所以在第六集 我們會談到這個 WhatsApp跟這個 微信的WeChat 那他們有沒有群發的功能 那 第六集呢 我們會來講這個 那第七集呢 台灣人可不可以使用微信公眾號的問題 微信公眾號的問題 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什麼叫微信公眾號 就是微信有分微信個人號 跟微信公眾號 一般人我們在用的 我們去下載的那個 之前楊成寧跟小豬羅志祥他們廣告的 好幾年前的 也是好像2012年吧 那時候廣告的時候 微信 就是WeChat 他們 這個使用私人號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的 全世界每個人都可以申請 但是微信的公眾號呢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的 目前 我們在這個 第七集的時候會講到 微信公眾號跟微信有什麼不一樣 微信公眾號它主要目的是可以 全發訊息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LINE8 可以全發訊息 很棒吧 那它要不要付費 第七集我們再跟你講 那第八集呢 我們講到 這同學問到就是 他如果是在做那個拍賣 在拍賣平台上面賣東西的話 他放在蝦皮跟露天有什麼不一樣 那 其實蝦皮跟露天 他們從蝦皮進來之後 大家知道嘛 也許你有聽過就是 蝦皮剛開始不是免運費嗎 那其實為什麼會免運費 因為蝦皮它幫你補貼運費 事實上並不是免運費 是因為 並不是運送東西不用運費 而是蝦皮幫你補貼這個運費 所以這個錢是蝦皮出了 那他露天中間的戰爭 這個我們第八集會提到 因為這個是學員他好奇所以提出來的 那第九集呢就是 短網址 短網址是什麼 就是 你的網址太長 你要去縮短的短網址 那這個應用的實際是什麼 然後有哪幾個短網址平台 我們會去介紹 那短網址 這幾個平台有什麼不同的特性 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可以 我們會在第九集的時候 會 會來做介紹 那還有一些 利用短網址做詐騙的網站 他們到底是在搞什麼鬼 那你可不可以安裝一些什麼外掛 可以去擋掉這些 不當的廣告 那這個我們在第九集會提到 那第十集 怎麼去做 多媒體廣告連播 OK好 這個第十集 還有 怎麼去設定影片的廣告片頭 片中插入廣告賺廣告費 這個 這個我們在第三集的 YouTuber 如何設定盈利和YouTuber的獲利模式裡面 應該會稍微提到 如果 如果第三集講完的話 第十集也許就可以不用講 OK 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再看看 這是第十集的內容 就是 還有提到 對 第十集他還有問到說 你的YouTuber影片 到底有沒有必要去設這個 盈利的模式 就是讓人家點擊廣告 你就賺廣告費 有沒有必要 什麼情況下需要 什麼情況下不要 要不要很重要 要看你的目的 所以我們第十集也會講到這個 那第十一集 我們會提到 LINE AT的三種 三種不同的帳號的模式是什麼 LINE AT的分 應該說 好 可以群發的這種LINE 一個是LINE AT的生活圈 LINE AT的生活圈又分成 一般的 一般號 跟認證號 好 好 那還有一種是 綠色 一般號是灰色盾牌 然後 認證號是藍色盾牌 然後還有一個是綠色號是 是官方網站 綠色盾牌 是官方帳號 那這三種有什麼不一樣 那一般人呢 可以使用哪一種 我們在第十一集裡面 會比較詳細的 把它的區隔 講出來 好 第十二集是這個 Google GA的一些功能的 簡單介紹 GA就是Google Analytics 就是 Google分析器 Google分析器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技術器 就把一段程式碼放到你的網站裡面 那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那但是有進到這個網站的呢 它的技術器就會加1 所以呢 你只要把這個 GA這個平台 給你的這個程式碼 放到你的網站裡面呢 那你到時候再回來 你的這個GA的後台去看 就可以看到 有人進來你的網站了 那技術器就會加1 這是它簡單的功能 它裡面還有好多功能 我們在 第十二集裡面的時候 會簡單介紹一下 聚業的一些功能 OK 好 那我們下一集呢 我們希望每一集 控制在 5分鐘到10分鐘就好了 盡量在5分鐘以內把它講完 讓大家在最短的時間內 可以簡單的了解這些觀念 OK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一集呢 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就是 如而上網站和通訊平台 進行整個事的行銷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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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介紹